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 引发海啸跟核能外泄造成相当大的灾情 就在地震发生后不到100天 台中市观光协会秘书长陈文旭 就协调十多名舞蹈老师 组团前往福岛的北沿原村 里盘梯高原避难村震灾一眼 慰问当地灾民 鼓舞他们要坚强的面对灾难 带给他们欢乐跟温暖 7年后的2018年7月14号 北沿原村村长小梁米一 跟商工观光客主事大鼓修斯 特地来到台中拜访陈秘书长跟舞蹈老师 制赠当地的特产品 感谢7年前冒险前往避难村慰问的台湾舞蹈团 台湾舞蹈团 台中市观光协会秘书长陈文旭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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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看到电视报导灾民住在避难小屋 缺水缺电 交通中断 脸上露出无助的表情 因此才跟孙嘉荣 王子睿 蔡秀霞 林凤等来自不同 县市的舞蹈老师联络 决定立刻组团出发到日本震灾一眼 用欢乐的舞蹈表演带给当地灾民幸福跟温暖 也传达台湾人的热情善良跟关怀 虽然当时出发前很多亲友反对 担心核能电厂的辐射伤害 不过大家还是勇敢的买了机票 飞到日本前进福岛 那尤其辐射大家都很担心 那当然不管是家人或者是好朋友们 都会觉得干嘛去那里 干嘛去好恐怖好危险 那可是因为我们当时呢 我们去的这些老师们 其实平常都有固定定期在做一些公益的活动 所以呢 那想说全世界既然都没有人敢去的话 那我们想说我们代表台湾 我们希望成为第一个可以送温暖的人 北沿原村村长小梁米依强调 当时连日本人都不敢到灾区 这些武道老师大老远的跑来灾区议演 是当年唯一的议演团体 让当地的灾民相当感动跟惊讶 原本村民都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现在大家对台湾印象深刻 最近福岛县政府要推展台日观光时 村民一致表示希望能找回当时 带给他们欢乐跟勇气的天使 邀请他们就地重游 台中市观光旅游局代理专闻 曹中游今天也跟陈秘书长一起接待 来自福岛的贵宾 曹中游说1999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 日本也派出搜救人员协助救灾 7年前的311东北大地震时 台湾民众出钱出力 显示台日两国的深厚情感 他也代表市政府邀请福岛县民前来台中参加花博跟灯会 也不排除开辟台中到福岛的航线 我们有机会台中再增加一个航点 就是到福岛去 那福岛这么漂亮 我们很多的游学 我们的高中子的游学都已经到附近了 到东京福岛等等 那我们这部分明年会来加强跟他们接触 这次日本福岛县北沿原村村长的感恩之旅 也吸引包括苹果日报 联合报 中国时报 跟今日新闻NOW NEWS的关注跟报道 大家也相约明年 在重返当时的礼盘梯高原避难村 除了欣赏当地美丽的风光 跟重建后的复兴景象之外 也要见证爱的力量 还有生命的韧性跟可贵 记者肖又金 杨静 台中报导